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来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 2023年下半年 十二星座的开运行动方案 在2023年下半年 我们要来分别聊三个族群 第一个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阳在 白羊巨蟹 天寸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 其实你们受到一颗星的影响比较大 叫做冥王星 冥王星它的影响力有正面跟负面 负面的影响力就是它会让一件事情 慢慢出现问题 然后慢慢的弱化衰败 然后到结束 但是它的正面的力量 就是一个转化重生的力量 这个力量可能是一种重新复活的概念 也可以是好像我们在做垃圾回收 可以把垃圾化为环保的东西 它有一个转变转生的现象 所以下半年如果各位要开运的话 当然我们就要去抓住这一颗行星的力量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先看看大家居家生活 或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能已经出现了那种 冥王星老旧退化腐臭的味道 有没有那么夸张 是有的 比方说你是不是有东西已经有一年或两年以上没有用 还堆在那里 你都忘记了吧 或者是你可以打开冰箱 看看你的零食柜 是不是已经有食物酱料已经过期 但是你还舍不得丢 你觉得东西只要走进冰箱 它可能就会停止时间 千万不要这么想 没有这回事 同时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衣柜 看看你的内衣裤 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酸臭 或者是异味 还是有褪色或怪怪的情形 或有破洞 你还舍不得丢 或是你也没有去补它 告诉你 这些都是冥王星的现象 因为你已经很妥协很习惯 跟这些事情相处了 可是它跟你是有一个联动性的 所以下半年我觉得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基本星座的族群 你想要开运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先把你的环境整理一下 再来就是你的健康 你会不会有一些老毛病 或者是慢性病 你就是放着不处理 觉得没关系 但是有的痛起来又不舒服 然后吃个药过去就OK 抱歉 下半年请你要好好处理这些疾病 因为它们可能会跟你的运势 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要开运 我觉得就要把这些拖了很久的 开始有一种腐败气味的 或者是慢慢退化 或者让你看起来比较没有生气的事情 你要把它处理掉 对你们的运势是有帮助的 就个别星座来看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做朋友 我会建议你在下半年 可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砥砺 互相检视彼此的计划 有没有往前走 或者是找一个像是导师型的人 来给予你支持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朋友 下半年你有很好的朋友运 这些朋友可能是来自于你的社群 或者是去上一个课认识的朋友 他们不一定跟你很熟 可是你们有共同的兴趣 或者是他有专业的能力 接人会是你的贵人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 基本上居家风水对你来讲就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可能你跟家人之间的一些关系跟问题 你必须要正式去处理它 这对你的运势来讲是好的 而最后是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朋友在下半年 其实你要去面对的是你内在的恐惧 比方说你不想去面对你一个健康的问题 你不想要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下半年我觉得摩羯座你要开运的话 有一些事情你拖很久没有去做的 赶快去做 或者你想要清理的还没有清理 赶快去清理 那么有什么样的疾病没有去做 没有去治疗 我觉得在下半年都是你必须要去做的 而且有可能一做就有改善 或者是更好的空间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朋友 在下半年你们受到天王星的 影响非常的大 当然也包括了木星 那么天王星证明的力量就是 让你与众不同 或者是跟以往完全不同 它会突破框架 带来一个大的翻转 鱼要龙门的那种力量 然后它会让你感觉到自由 释放你过去的潜力 我觉得是很棒的 可是天王星的力量反过来 它也可能是什么呢 太冷酷无情的切割切断一些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断裂的状况 所以在开运上面我们要注意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利用天王星新的力量 如果在下半年这个族群想要开运 我绝对会建议你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改变造型 头发的长短啦颜色啦 或是你想要健身减肥 或者是你想要做点小小的医美保养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 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我觉得都很棒 再来呢就是 你有没有新的计划开始 如果没有 我觉得你不妨 你第一个 以前你想做 或是你想尝试看看 你一直没有时间 或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开始了 那当然呢反过来讲 如果你发现你在生活当中 忽然什么都有断裂的状况 比方说你忽然这个炒菜炒一炒 这锅把断掉啦 或是写字写写 这个笔断掉啦 它可能就在提醒你 有一些闪电或突发的事情要出现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去做一些改善的话呢 在饰品上面 我觉得就不太适合带太尖锐的东西 特别是如果下半年 你感觉到运势比较紧张 比较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能够发挥实力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圆容 或是柔和的颜色来帮助你 去跟这一段比较挑战性的时间 和平共处 那么在个别运势上面来讲呢 上身或太阳在这个金牛做朋友 就下半年你非常适合展开新计划 好特别是跟身体健康 跟外形有关 或者是你个人想要完成的 这个出国旅行游学的计划 我觉得是一个开运的重点 上身或太阳在试做朋友 你的开运重点其实是在工作 所以如果你想要换工作 尝试不一样工作 或者接手一个工作 借机学一个经验 我觉得对你是很棒的 再来呢 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阳在 天蝎座的朋友 我觉得在感情上面 你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事实上调整是必要的 比方说 你要跟不适合的人事物说再见 或者是 以前关系太黏的 你觉得好像对彼此没有帮助 太窒息了 或许你跟你的情人 保留一点距离一点空间 小别甚新婚 或者是你也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决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关系 跟一个比较特别的朋友 你想跟他学习 效法合作的朋友在一起 他会拓展你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这个族群 就是要把握一个新的概念 而且是跟以往不一样的部分 上身或太阳在水平座的朋友 则适合转换新环境 像是旅行、搬家、装潢房子、换工作 或者到不同地方走走 都有开运的效果 最后来看到的是 上身或太阳在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双子 然后处女、射手、双鱼 这个族群在下半年 受到土星跟海王星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那么土星的好处就是在于 这个击沙成塔 滴水穿石 你不用急着一下子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你有企图心 你有责任感 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它会更好 但是它反面的力量就是 它会给你限制给你压力 或者是你就不太想要跟别人接触 你会有一种被关起来 想要独处的感觉 你的活力感觉被 什么样的能量黑洞吸走了 所以在下半年 这个族群要开运的话 也是一样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养成良好习惯 比方说像上身或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 你可能养成的好习惯就是 你以前比较会喜欢批评 或者是跟人家开玩笑 也许下半年你可以试着 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断赞美别人 肯定自己给自己一些力量 或者是上身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你可以开始学习新的东西 像语言课程 再忙也没有关系 累积下来就是一个成就 或是上身或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 你也许一直没有空运动 或是你很习惯熬夜 我会建议你 最好是让自己在白天的时间 是比较活跃的 因为你需要太阳 因为你是火象星座 然后你累积这种小小的健康的习惯 对于你的运势会有帮助 还有上身或太阳在双云座的朋友 你在下半年 你很适合适时的去多接触艺文的东西 当然艺术 学一个什么样你有兴趣的东西 或是定期看一个电影 那么这些艺术的东西 一方面陶冶性情 接触压力 二方面 它有可能是成为你去交朋友的一个利器 所以你也可以在下半年 多接触这些事情 然后累积累积 变成一个你的兴趣或者是专长 那这些族群呢 在这个累积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你会有所改变 甚至可以平衡掉你的压力 那反过来讲 土星跟海王星呢 它可能会让你怎么样 比较懒 比较没有活力 或者是容易老化 所以在健康上面 这个族群除了运动以外 我觉得作息正常也很重要 还有呢 你们就非常适合要吃一些 比较能够让自己有活力的 不管是B群 C 或者是一些这个花青素啊 让自己可以比较有活力 青春的东西 同时 多接触一些有活力的人事物 对于你们来讲 也有开运的效果 因为土星跟海王星 往往会让你们比较 嗯 觉得就是不要动好了 就是没有那个 动力 可是你需要的是动力 因为你要有更大的动力 才能够对抗这样的压力 让你自己更顺利 更好运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2023年下半年 12星座呢 开运的一个行动建议咯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下半年 找到属于自己的好运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